美方借口所谓人权问题炮制恶劣谎言 并以此为由干涉中国内政 抹黑中国形象 打压中方官员 这些行径毫无道德底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为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护中方人员正当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定 中方决定 对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炮制谎言 推动出台对华制裁 损害中方利益的美方官员 对等采取签证限制 对英方施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 应急非常任法官辞任 并借机诋毁香港国安法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香港国安法打击的是极少数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保护的是广大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英方的攻击指责 完全是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 英方打着维护香港法治的旗号 悍然以政治手法干预和破坏香港司法 这一行径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是对法律制度的亵渎 充分暴露出英方的伪善面目和双重标准 遭到香港社会各界 包括司法法律界的普遍反对和谴责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的法治将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轨道上 继续得到巩固和完善 各别外籍法官的离任 各别国家的抹黑 对此不会有丝毫影响 我们奉劝英方立即停止拙劣的政治表演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示录 干涉中国内政 任何扰乱香港法治秩序 迫害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 都将注定以失败告终 今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不公开开庭审理了 澳大利亚籍被告人陈雷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 陈雷及其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 法院将择其宣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 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 不公开审理 任何人不得旁听 澳籍公民陈雷 涉嫌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案件涉及国家秘密 有关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 正当合法 无可指摘 中国是法治国家 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案件 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的各项诉讼权利 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经中所双方友好协商和两国政府批准 3月30日 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和所外交与外贸部长议 草签了中所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关于中所安全合作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原则立场 在此呢 我愿意再强调三点 第一 中所开展安全合作基于相互平等 互利共赢的原则 是中所全面合作的应有之一 也是两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正当权利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容外部干涉 第二 中所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旨在深化双方在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人道主义援助 自然灾害应对等领域的合作 有利于维持所社会稳定 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共同利益 去年十月 所发生社会骚乱后 应所方请求 中方向所提供了多批 请用物资援助 并派出临时警务顾问组 帮助所警方加强能力建设 事实证明 这些合作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 受到所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欢迎 第三 中所安全合作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与所同其他国家合作互补冲突 可对地区现有合作机制 形成有益的补充 太平洋岛国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 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 更不是大国博弈的经济厂 有关方面应当客观理性 看待中所安全合作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挑拨阻挠和破坏中国同岛国友好关系的图谋 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中国一贯奉行 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作为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友好邻邦 中方真诚希望巴基斯坦各党派保持团结 共同维护发展稳定大局 美方相关官员的言论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美方核态式审议报告尚未公开 我们无法就此做出全面评价 基于美方公布的有限信息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 拜登政府没有像外界所期待的那样 兑现其竞选承诺 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这将对全球战略稳定 和国际核财军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